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战武渣的郭奋校 抄抄抄勇时刻,是奋校的保留节目了 作为这个经典节目,自然要用顶级队伍来给大家进行展现 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虎城宫vs麒麟宫 在奋校之前的上场率统计中 这两支队伍在出场率方面也是排名二三 属于是妥妥的顶流队伍啊 用它来做抄勇时刻,自然是实至名归了 好的,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上战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抄勇时刻了 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这明显是虎城宫的兵力大于麒麟宫 赢得甚至不武呀 并且虎城作为速攻中的战斗机 打一个持续爆发的麒麟宫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请大家仔细看一看 左方出战的虎城宫那可是00000零士气啊 通过上述台我们也可以看到士气对部队的战斗力是有巨大影响的 每下降一点士气就会下降0.7%的战斗伤害 那么在零士气的情况下就会下降70%的伤害 70%的伤害降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就相当于跟虎城宫打架,我让你一个甘宁这样一个水平 熟悉奋孝的兄弟们可能会问了啊 之前凤孝组建虎城旗的时候就发过一期视频 当时的虎城旗可没有如此牛逼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我们零士气的虎城虐杀麒麟公 原因在于啊,凤孝对战法进行了一个微小的调整 给周泰带上了我们非常抢手的封死阵 封死阵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将主将的伤害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而削弱副将的伤害 那么对于这个阵法肯定是非常契合像虎城这样二保一的队伍 提高了伤害上限的虎城就变得十分恐怖了 可以看到啊,在战暴中,甘宁受到封死阵 以及周泰肉身铁壁的增伤 之后啊,发动这个破军威胜 打在三战第一肉盾诸葛亮的身上 直接造成了2140点的伤害 这一道可不止999呀 当然啊,就算甘宁的伤害再炸裂 那么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作为百分之百状态的麒麟公 他的伤害究竟去哪了呢 可以从详情中找到答案 可以从这里看到啊 旁统的伤害本来要打出来的时候 却被泰史词提前打好的折冲玉物所抵御了 所以原本炸裂的伤害在甘宁身上只剩下零 最后让用甘宁的横扫千钧 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感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2月2龙抬头 新年的每一天都生龙活虎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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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巴仙 火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